填连续的自然数千万别让孩子上了就尝试 我们带孩子先找一找连续自然数有什么特点 举个例子 1 2 3 4是连续的自然数 这四个数中2加3等于5 1加4也等于5 说明连续的自然数中中间这两个数的核 与外面这两个数的核是相等的 再看这道题 连续四个数的核是18 那现在我们也可以这样分组 中间这两个数一组 外面这两个数一组 那说明这两组的数的核是18 而这两组数的核又是相等的 所以我们把18平均分成两份 那18除以2就等于9 说明这一组的核是9 这一组的核也是9 而中间这俩数是相邻的两个数 那谁加谁的9 是不是相邻的两个数只有4和5的核是9 再往前面推连续的自然数 那这就是3 这就是6 这条题就解决了 刘老师强调 做这种题的时候 你先分组 把它分成两组之后 再把结果平均分成两份 你再去填数 这条题就很轻松的解决了 数学学得好 方法很重要 关注我 我是刘老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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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先替代